嗨,大家好,这里是爱奇麦克,我是老边,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在免费的虚拟机KIM上安装Windows 11的方法 它的性能相当不错,7ZBot跑分甚至比PD还高 作为一款免费的软件,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说明的是,KIM是一个开源项目 你可以通过它来安装Windows 在安装KIM之前需要安装一些软件包 我这里用MacPost来安装 需要的软件包在屏幕上 具体的安装步骤键视频说明 我先安装完所需要的软件包 这里我用GLab2代替了GLab 然后用这个代替了那个,反正就这个意思了 不影响最后的顺利安装 接着就切换目录 把KIM给克隆下来,进行编译 然后就是下载原代码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里我就直接加速了 134567134567134567 终于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打补丁了 通过这个补丁达到M1加速的功能 然后是切换到支持苹果M1的分支上 打屏幕上的命令就可以了 这个补丁可以提高虚拟机的性能 好了,补丁安装上去了 现在创建一个Build目录 开始编译工作 好了,到这一步配置完成 开始编译工作 终于开始编译了 可以看到大约有2504个文件 编译就顺利完成了 接下来准备安装所需要的文件 复制一下需要的安装文件 现在切换到导廊的目录 开始准备虚拟机的安装 通过这一步操作 让虚拟机可以支持更多的分辨率 接着又生成了几个虚拟磁盘 接下来要做的是去获取Windows的虚拟镜像 只需要关注公众号 i7麦克回复Win11就可以了 原本是想在Windows10的基础上进行Win11的安装 可是失败了 它就一直转下去 完全没有结束的意思 现在换一种思路 直接用光盘镜像进行安装 先把光盘镜像复制到导廊的目录下 然后配置好KIM的启动脚本 修改一下光盘镜像文件所在的位置 修改完成后 补充 开始启动虚拟机 启动后按一下Escape键 然后选择从虚拟Windows11的光盘启动 安装光盘开始启动了 选择一下语言 这里我选择无比输入法 正常情况下这里就卡住了 如屏幕所示打开命令行 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打开注册表 按屏幕所示进行以上操作就可以了 修改完成后 推出注册表 返回上一步操作 再点下一步 应该就可以了 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 转个两三圈应该差不多了 接下去的操作就跟Windows11一样的了 选择好一个磁盘进行分区 然后安装Windows11就可以了 安装完后重启了一次 然后记得跳过网络配置 因为网络启动没有上去 接着是一些用户的密码 安全口令之类的设置 现在差不多安装完成了 耐心等待一会儿 好了 Windows11顺利启动了 接下来就是网卡驱动程序的安装 我们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 可以看到网卡驱动没有上去 所以上不了网 可以打开浏览器验证一下 应该是上不了网的 果然如此 双击网卡开始更换驱动 驱动程序已经在光盘镜像里面了 只要挂载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突然想起了 安装之前必须打开数字签名 需要在命令行下完成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行 执行屏幕上的命令 与允许网卡驱动程序的安装 执行完后 记得重启虚拟器 这一步非常关键 不然的话无法安装网卡的驱动 稍等片刻虚拟机启动完成 接着我们就继续更换网卡驱动 双击网卡选择驱动 找到网卡所在的位置 选确定就可以了 网卡驱动顺利安装上来 这里看到还有很多净单号设备 说明驱动还不是很完整 不过大部分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 已经相当不错了 现在下载一个免费的7ZIP压缩工具 做一下基准测试看看 安装一下7ZIP 马上开始基准测试 最后的得分还是比较满的 感觉比PD还快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KIM安装Windows 11的分享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